最接地气的财经脉动 最动人的企业故事 大家好,我是郑永鑫 欢迎来到台湾陶吉 你有多久没有在家看电视了呢? 其实现在的电视早已翻转 成为主导家庭的娱乐与照护的智能心脏 甚至可以呈现出未来生活的样貌 而翻转这一切的 是来自云林乡间的台湾科集团董事长廖子成 这一集让我们来看看 这群从乡间出发的人 他们如何一步一脚印 把越在地越国际的理念 落实在企业文化中 并在5G时代 透过创新的科技 照顾到偏乡最缺乏资源的人 不管离开故乡多远 不管在事业上爬到多高的位置 记忆中的气味和美好 往往为潜移默化 成为人生奋斗的能量 所有人好 好久不见 欢迎 小礼物 大家辛苦 廖子成是台湾中部最大系统台业者 上市公司台书科集团的董事长 因为对故乡和在地的情感 他也是媒体介绍见 积极深耕在地 从地方出发的有限电视业者 一回到故乡胡伟 他不再是董事长 而是和家福中心孩子们 打成一片的蛋糕阿姨 谁要吃蛋糕 你划完了 姐姐你划完了 可以来吃蛋糕 来好好吃哦 你香后来快点来 姐姐来 你带来你的蛋糕 来 51年前 我们廖董事长的尊翁 廖前立前县长 在廖宁创立了 这个廖宁教育中心 有一次活动 他意外卖他的歌声 那一场次 光是靠他的歌声 就莫了将近两千万 我們廖東市長很小孩 他就因爲爸爸的影響 所以他對我們故鄉的貧困的 和孩子他也非常關心 那時候唱的叫 《晚霞滿漁船》 歌星叫蕭麗珠 好久以前 小孩很小孩 你還記得 對 他唱 我記得他到最後都唱不上去 清風吹來飄飄我一聲 感覺就這首 吹掉夕陽在天邊 起立了 所以我都記得他唱不完整 可是呢 愛心滿滿 故鄉的滋味是召喚 也是養分 廖子誠常說 自己是一個請步三人 他從小在湖尾看布袋戲長大 也曾追著湖尾的 台塘五分車到處跑 帶著同學爬下鐵橋去玩 小時候 學生要坐校車嘛 那校車如果你沒敢上就 唯一的交通工具叫做台西客運 台西客運 我們還塞很慢 所以我們都好著急 因為早上就要乘考 那這是一個最美的回憶 然後經常我們會忘記帶東西 就會在車站趕快打電話 叫媽媽說趕快幫我把資料送過來 因為我是老二 他都叫我阿妹啊 可是我已經很大 他叫我阿妹啊 然後就在車站看得很大聲的 那時候我都不敢回答 記憶帶領著他走在湖尾老街 你看老布莊四合一還在 以前我們所有的那個衣服 都要用做的 記憶也讓他遇見 幾十年不見的老同學 我們同學啊 我們初中高中 在大學 大學又四年 其實我們是十年 我活啊 然後就是人緣非常好 對 真的啊 就是我地上他就是都笑笑的 然後就是很活潑 我每天帶一堂小孩去圖 就是開啦 男生在喜歡他 對啦 這就不用講了 這個是一定的 這就不用考試 真的連這個連文都不用問了 我們幾年不見 你同學會沒來啦 我都有去啦 對 我知道 你都不來 那下次可以來啊 好啦好啦 不要再買口罩 好 我是住在湖尾一個 文教的中心 最熱鬧的中心 那以前呢 老家的隔壁就是 法院的院長 然後另外一邊的隔壁呢 就是法院裡面的檢察官 那小時候的記憶呢 就很美好 我們現在的工作 其實非常忙碌 一家IPO公司呢 多如牛毛的工作 讓我們真的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常常想起家鄉的氣味 那種心靈的沉澱啊 會促使我們有時候呢 回到湖尾 回到自己的成長的地方呢 去享受一下 舊時候的那種甜美的 焦糖的氣味 宏尾的食物 總是記憶著成長的足跡 與青春的滋味 送給家福中心 小朋友的蛋糕 就是出自這間 將近七十年的老餅舖 阿爸送的人嗎 沒送的人 哇 這個就是我小時候在吃的餅 飛機餅 很有名 一隻一隻像飛機這樣 吃完會飽啊 還在賣啊 七十年了 我以前結婚的時候 阿爸漂亮的新娘子 以前阿爸桑很漂亮 然後他站在這裡是 是window 是這個旁邊的窗口 櫥窗 你這樣喔 七十年過了這桌 我實在很感動 阿爸桑來去訪 好 謝謝 我這句大台長 來去訪 外人以為 像他這樣一個 上市公司的董事長 必定偏愛山珍海味 其實不然 他最懷念的味道也在狐猥 而且是藏在老街轉角的古早味 很久沒看到 這個肉雞 我小時候吃得很大 現在去到台中又很少年 回家都會跑來吃 我告訴你媽媽的好心 真的假的 你今天光了 我沒什麼人呢 因為我頭沒找啦 他以前派你頭沒找啦 媽媽是小學老師 爸爸後來還當了雲林縣長 小鎮人情典故 伴隨著家族的成長點滴 少小離家返鄉後 他重新用不同的角度 來關顧故鄉 找回在地失落的美好 在胡偉裡面 很多的人跟人之間 我覺得還保存 他好像時間有點靜止 那我覺得他還是保存那樣美好的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這些美好 要透過我們記憶中的溫度 透過我們的鏡頭 或者我們去說這些美好的故事 才能夠讓大家體會到他的好 要不然一個小鎮在歷史的長河裡面 就慢慢沒落了 或者大家忘記了 那這是一件多麼可惜的事情 雖然故鄉老了 當初奔跑的孩子也長大成人 就算離開再久 家鄉的樣子 也被他擱在心底最重要的位置 家鄉總像母親一般溫柔的守護著他 而這股溫柔的力量也支持著廖子層 即使在腳頭環刺的台判桌上 武裝成一隻戰鬥攻擊 也要拼命守護在地的價值 台灣陶貝要告訴你 這場拿鈔票換股票 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故事 想要守護在地美好的心意 一直都在 廖子層大學畢業不久 就回到雲林 進入家族事業經營的地方電視台 嘉蓮有限 擔任秘書兼新聞主播 我是主播廖子憲 收生我們來關心一下 今天這個電影節目 如果那個台語不好 或者主播講錯了 你到地方上就會被糾正 比如我舉例 在雲林的虎尾鎮 有一個禮 叫做蓮石禮 來 請你台語發音 黏塞禮嘛 你如果黏塞禮對不對 哈哈 你就進去了 那我一陣子 我沒有幫你騙 我說你是不是這的人 你不要跟我來 我這名叫做黏塞禮 騙啊 你怎麼會知道 叫黏塞禮對不對 你一定是在地啊 你要很貼近它 你要去理解它 90年代有限電視 進入第一波洗牌 外資和財團夾帶雄厚資金 企圖收購全台 四五百家地方系統台 當初我們自己啦 別人都覺得 他是貴族也親配的 然後我們都叫我們自己 叫布衣MSO 反正我們在地 穿粗衣 我們一樣可以長出 不一樣的風貌 大家很努力在做一些 不一樣的事情 想要讓自己的臉 長得跟別的 MSO 可能有點不一樣 所以那時候大家也很 認真學習啊 讀書啊 欸 要收錢 股權借 要托車 要顧家庭 所以我們當初就一直覺得 你做得夠 我也做得夠啊 你開的那個價格 不是我要的價值 我們自己肯定自己的價值嘛 在地是有一定的價值的 外資高價收購下 很多原始股東獲利出場 但廖子誠認為 在地價值比股票價格更重要 對內他募資金 拿鈔票去換股票 捍衛股權 對外也要出奇致勝 先殺到敵營去 挖牆角 我們面對的是這些大鯨魚 我們透過詬病 才能讓自己快速成長 我們稱它叫鑽石效應 你越大塊 一克拉30萬 兩克拉就是100萬了 三克拉可能就500萬了 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相當的多是正式 或者是龍舌混雜 很多的各式各樣的人物 那他在講話 他在AM 我在FM 我們完全跳通啊 我們幾位好朋友呢 確實在 屢屢事物當中 嘗試錯誤的 這個犯錯的過程當中 學習成長 然後真的公司呢 回頭看 閉路藍旅 也真的留下來了 可是如果再來一次的話 我們都一直在開玩笑說 哦 再來一次不會成功啊 哈哈哈哈 以前 至少可以策略 今天會好 這樣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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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來的這些人很堅持 台東這裡 南東這裡 分寧這裡 這樣大家的團結起來 這樣我們對台灣這個土地 才有一個交代 但30年前 系統台持有者 大多是地方派系角頭 黑白兩道雜楚 廖子層身為談判桌上 唯一大學畢業的女性 跟人比能力 也得比氣勢 那時候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那站起來 我們都要先武裝自己 高跟鞋前後關關關 為什麼穿很高你知道嗎 你站起來比比較高啊 你要比男生高 那我們跟他們要開會啊 坐來坐到拋高又沒胃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又女生對不對 那種站起來 感覺這樣武裝自己 然後頭髮垂後碰碰碰 一副那種攻擊的樣子 武裝自己去跟大家講話 其實有時候自己也覺得很好笑 我覺得這種就是要越挫越勇 的這個勇氣 在台術科DNA裡面 本來我們就是這樣打起來 那這種DNA在我們裡面 從來就沒有減少過 所以我們還是會勇敢往前進 走過二十幾年的風風雨雨 廖子層跟夥伴們一路從雲林出發 集合南投系統台轉入台中扎根 近年又把版圖擴增到嘉義台南 成為台灣有限電視版圖最完整的一塊 在這個產業其實是滿適合他的 因為在這個產業很複雜 可是他就可以應付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組織 不同的對象 他們有不同的要求 一路走來就覺得他就滿有毅力的 很不容易 從一個地方的一個公司 可以變成一個上市的公司的一個董事長 他又很努力 他念了好幾個碩士 應該配合著公司成長的需求 你要把剛剛那句話練成台語 然後講得很順利這樣 那你講一遍台語給我聽一遍 好 你說我是地影心 不是 近年 廖子層積極培養年輕世代 不少董事的第二代 也都進到台術科各單位磨練 通常人家都會想說 我長大以後可能想要當老師啊 當空姐啊 小女生很多都會這樣子寫 但是我就是從小就說 我要當董事長 就是看到我媽媽這樣子 年年約有3.9億人感染的核熱 其中50萬人為嚴重的核熱 剛開始回來就是他一直很希望我去新聞部 然後呢錄主播啊 然後練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還滿不解的 那時候就是年輕不懂事 然後自以為自己很厲害這樣子 可能年輕人都會有這麼有一點這樣 然後我就會覺得我是坐在攝影機前面的機器人 我這是一個給我的稿 然後呢我要盡可能圓風波動的把它重複出來 剛開始的時候坐在裡面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然後也不是我自己的東西 那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漸漸的我就能理解到 原來他是希望說我透過這個可以訓練我的口條 不管是在形象上來說 或者是說訓練 個人的訓練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這個台灣普遍的問題 其實二代接班的歷程很長 然後很辛苦 還有他說 不是二代 連專業經理人 對不對 所以這個 你就知道他的難度其實是很高 尤其我們的產業是複雜的 你如果說我只買拼 我就可以傳成三代十年 做拼有一個秘訣在裡面 你就可以把那個Recipe獨門傳下去 我們這個不行 你如果沒有把那個業務的東西標準化 這樣他就沒辦法複製或者給別人 所以對我們二代來說 因為他們的那個學經理背景 其實都比我們好很多 就像你說的 他們都比台語比較好 那他們在這過程當中 在經理人的二代 經理人也要有二代 新的 因為我們都老程會凋謝 那新的經理人跟新的二代 在過程當中還是要去協作 那這協作 我們要很無私的做很多的安排 哈囉 雅璇 哈囉 嗨 那個 那一天我們看完會 而且有媽媽在想賣第一的 有 亮董他也很好學 就算在忙 他都有時間去吸收這些 就是企業領導的這些知識 然後還有一些 目前我們產業之間當中的一些時事 有時候出差其實都很累很忙 我們回到飯店要休息 但亮董就是很有精神 能告訴我們大家說 我們要來做今天整個會議 整個行程的檢討跟分享之後 他才去休息 我常覺得就是 在亮董身上 我看到好像他身上有著那個 不斷電的電池 不管再忙再累 只要部署或員工有問題 他都可以給到即時的反應 數位浪潮來襲 商場上殺到刀刀見血 他卻把敵人一個個化為盟友 這樣不同於一般企業家的思考邏輯 和廖子層的成長背景 有相當大的關係 他來自藍綠衝突又融合的家庭 也讓他在商場上 訓練出了膽識與包容的心 從小最沒有麻煩我就是子孫 我常常說 看你瘋瘋 不懂得這麼瘋 廖子層的父親 是已故的國民黨籍 前雲林縣長廖全玉 信仰佛教 母親許橫慈 曾擔任國大代表 來自支持美麗島運動的本土家庭 信仰的則是基督教 二三歲結婚 是嗎 這是定婚的 定婚的 從小生長在政治家庭 耳濡目染中 他比一般人多了一分膽識 家族的政治立場 宗教信仰不同 也讓他體內有著多元融合的DNA 我父親從我們小時候到長大沒有罵過一句話 臉妹他最重的話只有說 不要難吃 然後小時候呢他覺得說你們小孩子就是眼界要高 所以你要去學習 那時候很好玩圓山飯店 一杯咖啡可能要花掉大家 可能是半個月或一個月的薪水 他可以帶走十幾個小孩子 然後大家把桌上的砂糖全吃完 然後每個人都進去喝一杯咖啡這樣 這幾歲的時候 你忘記了 你在喝醬汗 我會打球 會游泳 他會甘泳我都輸很多了 那個教育衝突很大 我阿嬤他們是要求小孩子很會讀書 你要很會讀書 一定要考慮一下 不然將來你就沒辦法出人頭地 你是計畫性的人生 我媽他們家是隨性發展的人生 他菜市頭要買菜 他跟菜市頭要爽了 所以他就是把所有的這個東西 都要跟別人分享 父親的寬厚與母親的熱情 與他們跟雞子民眾伴亂的真誠情感 深深的影響著廖子層 這也是他堅持所有的出發點 都應該來自在地民眾的需求 尤其是幫在地發聲 做出真正的庶民心聲 非戲劇類節目剪輯獎 得獎的是 生世代媽祖住我家 故事流線自然 節奏穩定 恭喜生世代媽祖住我家 你們兩個是 你們兩個是 有從三歲就跟著爸爸媽媽賣便當 2020年拿下金鐘獎的真世代 是大師級導演吳念珍導演 與台術科合制的人文計時節目 這也是吳念珍久違二十餘年 再次製作的電視節目 而且一座就是三年 所以我覺得我到現在為止 對老董還是充滿抱歉 又拖太久了 拍回來我一看 就出一支嘴了 老先生永遠是這樣 出一支嘴 我覺得不對啊 你這個東西角度不對嘛 你要不要換另外一個角度去 雖然之前已經講過了 可是你沒有抓到 那你要不要重新改 要不要改 改的過程就是什麼 重拍嘛 然後我發現他沒有猶豫 而且簡直縱容 因為那個節目實在講起來荒唐 從田調開始到整個播出的階段 三年 很可怕耶 誰受得了啦 廖子誠對情勢的膽識 與對人的尊重 令人很難拒絕他的托付 尤其在台灣的媒體 充斥著台北觀點的環境 地方電視台必須有自己的一張臉 才能被看到 所以我的感覺他就是一個 滿特別的女性 在男性的世界裡面 特別是在這麼混亂的媒體圈裡面 要想要打出自己一條路 因為相信越在地越國際 廖子誠自詩向天邊的航星 小小的不亮眼 卻始終守在地方 關心別人所不關心的地方大小事 得獎人是南投新聞 得獎作品大台就行 除了在我們電視界裡面的金氏獎之外 我們的新聞還去努力得了卓越新聞獎 那一年主義去頒獎 大臀有線電視 我們上去領獎卓越新聞獎 下來之後 然後他在台上也當中講 他說他真的看到這種大臀有線電視得卓越新聞獎 下巴都掉下來 他說這個B咖居然可以打敗A咖 不必最大但要做到最靈活 廖子誠甘心做個有實力的B咖 成淺扎實的蹲好馬步 因為他知道在數位匯流的時代 透過網路串流的5G世代 才能夠讓台數科結完取直 在物聯網的產業鏈中找到出頭的機會 這樣的基本功不只在內容 也在網路的建置上 10年來台數科投入超過50億元 用匍匐前進的方式 將光鮮網路鋪進許多角落 為5G時代做好準備 你知道要穿一條公簽進去地下畫 或者拿到一張執照 可以到桃園 新竹 苗栗 這個是花掉我們大概10年的時間 所以就這樣子的樓 樓很久才弄了10年 我們才把網路建得很完整 而且每年好幾年 這套網路蓋了好幾十年 就算是認真蹲著馬步 面對有線電視的簡線潮 如巨浪襲來 網路影音串聯 仍衝擊電視生存 但它沒有閃避 而是正面迎去 甚至擁抱敵人 2 1 請啟動 台書庫的HOT TV PLUS跟LINE TV 跨界合影發表的合作儀式 我們來連結下一個美好 很多人看衰我們的未來 然後告訴我們說 這家公司毀了 也說這個產業不會有未來 當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 這些老業者最感慨的一句話就是 一年飛翁 一年久人 可是我可以自豪地說 我們是最接地氣 也是最溫暖的MSO 才能在這一波波的數位匯流當中 被國際品牌看到了 你跟你的敵人合作 跟你的競爭者合作 你才能夠存活 我們唯有勇敢地突破自己 我們才能夠在下一波裡面 繼續站穩 過去兩年 台書科集團從合營到合資 成為國際數位平台NITV 在台最大股東 2021年展開第三階段的深度合體 雙方共置節目與拓展電商平台 一家老公司他願意去轉型 在產業裡面 不是最大 可是他是最勇敢 最溫暖 願意站出去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讓我滿驕傲的 轉型 就要看看你有多少決心跟毅力 去脫離你自己這個舒適圈 那你敢不敢去闖那個天下 就端看你有沒有那樣子的DNA 帶著拼搏的DNA一路走來 廖子層知道今天的努力 不見得抵過明天的殘酷 唯有不斷地自我淬煉 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淘汰賽中 生存下來 守護在地的恆星 展現台灣人特有的生命力 只有挑戰困難 突破瓶頸 創造價值 才能與眾不同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詠欣 更多企業動人的故事 就在台灣逃街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